投資部民怒 老闆幫你顧 大家好 我是雷老闆 什麼 你說大橫上萬八 你不想努力了 同學 不能這樣子 你看一下 今天封關倒數七天 量說上萬八 所以你還是得努力 因為今天又是拉機盤 拉了台積電跟聯電 那很多人問說 如果多出來的資金 不是應該去做AI嗎 AI要怎麼做呢 雷老闆 最後我今天還要送你 特斯拉的財報重點 特斯拉昨天的財報 到底講得怎麼樣 來 最後 來Light 8 Light 8 很難唸 Light 8 換這一隻手 來掃一下我的Light 8好不好 掃下去 打什麼 特斯拉 哭哭 為什麼打哭哭 等一下跟你說 打了之後 我就會送你 特斯拉的財報整理 好不好 什麼 剛剛已經用過這一招了 不能再用一次了 今天大盤已經突破萬八了 已經是一萬八千零二點 這個一定要唸出來 兩點 就多兩點 但是今天大盤非常的無趣 如果你有在盯盤的話 今天大盤的成交量量收到 2934.86億 還是非常的低於雷老闆的預期 為什麼 因為自從前幾天大漲之後 雷老闆說量能最好是都能在三千多一是最好的 這才是一個攻擊量 等一下有VCR可以撥給你看 雖然說你前兩天有看過 但我還是要一再提醒你 如果這個盤要攻擊 大盤已經在歷史高點一萬八千多點了 量可以這麼小嗎 不行的 你去回憶一下 2020年 2021年的時候 只要是萬七的盤 萬八的盤 那時候是怎樣 那時候的成交量一天都是四五千億起跳的 所以如果沒有這麼多的資金動能來 很多股票是漲不動的 就像等一下我講到的AI 好同學我再跟你講一件事情好了 這兩天我們的融資餘額又創高了 已經來到貴買加加權指數已經三千多億了 三千三百多億了 很可怕 我等一下有空來跟大家聊一聊 這是什麼現象好不好 最近散戶回來了 其實散戶從去年的11月就開始回來了 但是最近農曆封關年前 大盤剩七個交易日了 有點漲不上去 你們手上買的股票我看都是比較熱的 我來幫大家科普一下 今天的成交量排行榜 我們不看ETF那些 第一名是聯電 接下來是偽創 還有一檔琴雅 琴雅你比較沒聽過沒關係 你就放在心裡就好了 接下來是群創 所以這幾天比較大的交易量 一樣都是大家熟悉的那幾檔 那我還要注意什麼 我要注意說 成交值要注意一下 因為你會想說 台積電怎麼沒有上成交量排行榜 一個是成交量的張數 一個是成交值 成交了多少錢 那台積電今天不意外的是第一名 第二名是偽創 第三名是創意 那台積電今天就單起了 攻上萬八的角色 那這是我最不樂見的 因為前幾天我的節目一直跟大家說 如果這個錢要流動 這個盤要漂亮 要讓散戶賺得到錢 所以剛才說 你們不想努力了是不行的 為什麼 因為漲到了萬八 IP 創意四星這些雖然有一些跌回來了 但是流出來的資金 今天跑去買什麼 買台積電 買聯電 那我們散戶很難賺錢 因為散戶的信心好不容易 又回到了AI Server AIPC了 或者是一些相關的零組件了 對不對 結果你們不敢 怎麼樣 不敢去買台積電 所以我說你們會很難賺錢 因為台積電一張六十幾萬 你買不下去 那天看它跳空六%多 大家很多人來問我 問完一問又不買了 因為大家都說我要等六百以下 但是同學 算你是台積電六百以下 你大概要等一年半 它才又站回來 所以這也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如果你都只買台積電 除非你是真的超級長期投資者 不然很多人知道 做台積電的價差不好做的 但台積電價差要怎麼做 其實前幾天我有跟你講的 你們可以去看 我講台積電跳空的那一天 就台積電有一天漲6% 你就去看我那一天的 那個什麼影片就可以了 那這裡我要跟你講的是 這個目前我看起來 雷老闆看起來退出來的資金 從我法人的思維退出來的資金 並沒有快速的在 整理完的AI伺服器 偽創廣達這一些裡面 怎麼樣 去扮演一個強勁的攻擊角色 這兩天看起來比較像是 多空交戰 我等一下開線圖給你看就知道了 有人想攻 有人想防守 但是攻擊的量不夠強 導致這兩天偽創跟廣達 好像有點漲不上去 我們等一下可以來分析一下 所以如果資金輪動的不夠漂亮 就會造就今天雖然台股上了萬八 你一樣覺得很無聊 我再給你看一個東西好了 你會覺得老闆量說沒有錯 難不成真的沒有人再買嗎 你看我昨天的節目跟你說 外資不是有可能買到利捷嗎 所以你要注意 因為這裡 這裡他賣到了利捷 所以造就了一波反彈 賣了一千三百多億 結果這裡買完已經把一千三百多億 賣掉的都買回來了 我昨天的節目跟你說 你要注意今天外資會不會繼續買 可是有一個不好的狀況出現了 自營商的買賣盤我通常覺得還好啦 但是投信連續賣超了三天 這為什麼比較不好 因為當外資回來買之後他都是買台積電 買聯電買全職股這些的買創意四星 他不太會去買中小型個股 所以我們要的就是投信 就是以前雷老闆講的法人的思維 這一邊投信的中小類股的資金 但他這幾天在做賣超 因為大牌要封關了 他們可能想擰紅包了 所以導致外資今天雖然又大買了 可是國內的法人我覺得信心度有點不足 我們常玩的那些股票來講 信心度有點不足 那比較可惜 因為本來以為也會買超利捷 所以我跟你說今天外資方向你要注意 結果沒有外資今天繼續買 但他什麼 他買到萬八買的是台積電 你就很難賺了 除非你是台股長期投資者 但是這樣子其實你買ETF就好了 你就也會有台積電 我們再來看一下今天的新聞 也沒有什麼特別重道了 群聯三幅化聲達科 這些新聞我早上你有掃我的Light 你就會看到了 那就是算是一些記憶體的利多 跟COAS 三幅化是COAS的利多 但是COAS這個先進製程要發展 台積電先進製程要發展 這個COAS利多 這個已經是大家都知道了 所以今天的新聞 等一下不如讓雷老闆來跟你聊聊 特斯拉跟艾斯摩爾的財報 我覺得還比較重要 那回到大阪 大阪昨天艾斯摩爾公布了第四季的季報 哎呀可惜 可惜 可惜什麼了 他公布了第四季財報之後 他自己後來居然補了一句高層表示 最下面這個紅色的我幫你圈起來 半導體的產業從谷底回升了 但是今年的狀況 能是保守看法 預估 2024年的營收 與2023年持平 哇 聽到這一句心都涼一半了 雖然說昨天他的股價還是有紅 可是我沒有很開心 你要這樣子叫台灣的這一些周邊設備股 請何以堪 你這個不是在變相的替全世界要做先進製程的人說 我覺得因為我看好的景氣差不多 所以我們要擴充大的資本支出是很難的 你要知道 艾斯摩爾這家公司 都是供給台積電最先進的製程的設備 比如說這個 先進極子外光EUV圍影系統 對吧 圍影系統訂單高達52億歐元 他第四季其實比第三季接到的訂單多很多 可是他最後跟你補了一句 我覺得我今年2024年的營收跟去年會是持平 那這樣子就是他沒有很看好嗎 因為在第一季最該適合做夢的時候 來喔 法人最期待的就是公司在第一季做夢 你可以到第三季第四季的時候說你有點沒達到 像台積電去年也下修三次對不對 可是不如預期三次 可是艾斯摩爾這麼大的公司 你千萬不要在一開始的時候就這樣子講 包括任何重點公司 不然你就回想 Nike 那時候他也在最近的一次猜測 他也說我今年新的年度 我的營收要下修 從5%下修到1% 很多房子股就跌了 那你現在愛什麼這樣子講 很多設備股就會開始緊張了 那要怎麼辦 就要看台積電 還有看什麼 要看接下來聯發科 他能不能給的展望好一點 把手機 把未來的 可是台積電法說現在在很遠 所以接下來只能等聯家軍的法說了 那聯電他是偏向成熟製程 就是怎樣 不是最先進的製程了 所以他除非說這一塊好到可以帶動先進製程的買器 先進製程是什麼 iPhone 16 最新的S24 三星的S24 華為最強的手機 還有最先進的 什麼這些接下來的AI server AI手機會用到的 叫先進製程 除非聯電也會跟你說 你們兩個老大哥你們太悲觀了 其實我們成熟製程很好 復甦的很漂亮 所以你們應該去上修你們的先進製程的產品的什麼 預測值 所以總的來講接下來要翻盤愛斯摩爾 他的想法比較難 李老闆真的在這裡覺得比較難 所以設備股在台積電的法說結束之後 那愛斯摩爾又搞了這一波 所以你最近如果手上有設備股的 也賺得不錯的 我覺得你要開始操作了好不好 那要怎麼操作 李老闆會教你 那就是李老闆對愛斯摩爾整個財報重點的解析 那另外還有什麼 昨天微軟有創高同學 昨天微軟 Microsoft股價又創高了 但是我們來看一下今天 今天台灣的AIPC股 你看華碩、鴻基 我開個幾檔給你看好了 盤中也是一度震盪 但至少最後都有收紅 還有2324的人保這種的 最後都有收紅 但是我能跟你講的是 以前如果像Meta 不是Meta 不好意思 以前微軟這種股票 他已經可以帶頭創高了 照理來說我們台股這些供應鏈 隔一天的表現要很激情 但是沒有 為什麼沒有 這就是我要問你的原因 大盤界的量接近3000億 比我講的攻擊量差一點 結果這個攻擊量主要都集中在台積電 聯電 那就是比較麻煩 就代表有可能是之前外資把聯電賣太多 他把它買回來而已 台積電是因為法縮後 還真的還不錯 所以繼續造就他的買盤 這幾天其實大家對台積電的買盤都還是有的 所以台積電在法縮之後 我來開大一點 我那時候跟你講 如果你還記得那一集 我跟你說 如果你要做短線的台積電 你要防守的就是 他跳空那一天的低點 如果你做的是中波段的台積電 你要防守的就是這個 跳空缺口不能被補住 這個缺口 他直接用跳上去的 所以不能回來把這裡給補掉 不能跌回來這裡就對了 所以台積電他變成他 漲到這裡之後 他只能漲不能跌 不然大盤的氣氛會非常差 會非常差 那你還看到台積電最近的羅盤的指標 是非常漂亮的 但是我要擔心的就是說 如果整個大盤的成交量都集中在這裡 就會造就什麼 李老闆早上看盤看到快睡著 真的是快要睡著 所以AIPC今天 雖然隨著微軟有上漲了 但是錢都集中到台積電跟聯電了 所以這次接下來過年前 我們要小心的 因為垃圾盤又出現 我最討厭的就是垃圾盤了 因為李老闆講過 如果要做台積電 你自己做就好 我把台積電的分析免費送給你 我要帶大家的是做台積電以外的股票 這比較實在好不好 這比較實在 對不對 你們Light Hat裡面 如果我都跟你講台積電而已 你們應該很快都不想看了 台積電自己會做就好了 永遠都是好公司 好 所以接下來剩七個交易日 那雷老闆你要怎麼辦 其實雷老闆最近在做的東西 就是說我不太管 大盤是不是上萬八 或者是大盤是不是在震盪 我最近在做的事情很簡單 就是我手上的股票有噴出去 十% 十幾%了 我就開始賣 或者是我低階的股票 有到我上一個低階的檔次的地方 我就分批賣 為什麼 因為我一直講過年前要領紅包 既然大家內資現在有點在縮手 你看 自營商跟投信都在縮手 那代表實戶也在縮手 那這個時候你要積極就比較奇怪 所以我只敢去買那個底部起來低一根的 或者是離底部很遠的股票 我能給你的建議就是這樣 飛高高的我不太敢追了 因為那個一回檔 只要年前一回檔 速度會很快 你不相信 我們就等著看 為什麼 因為你們這時候的信心都比雷老闆強 散戶的信心回籠 證捐化波 攀高 融資餘兒也在攀高 台股成交指同步升溫 我們已經來看了 你看到今天為止我幫你做功課了 因為今天晚上才會公布今天的融資餘兒 截至到昨天為止 融資餘兒都沒有減少 加權指數融資餘兒是2488億 貴買中心是865億 都是在最高點 2488億就是最高點 所以我們的散戶一路高歌猛進 從去年的11月到現在 散戶的那個什麼 佔比是一直上升的 散戶佔台股的成交比重 每天是在上升 那我就要問你了 外資都跑去買台積電買聯電了 如果你沒有買這一些 然後投信法人再縮手了 結果散戶還佔比超過一半 那散戶買的東西 都沒有這些人在買 所以也就照舊今天比較無聊 所以這兩天應該說封關前的這七天裡面 我覺得接下來的兩天更是關鍵 因為越到封關大家越害怕越休息 好 封關前的就是接下來的七天裡面 最靠近今天開始的兩天了 兩板就是關鍵 因為如何找到法人還願意買的 因為法人現在還不是大舉賣超 我剛好給你看 他只是加減賣 他在緊張 他不太敢大買 他什麼時候大買 你看外資大賣那天他大買 這幾天外資在大賣的時候他大買 可是你看外資開始買回來之後 把外資把賣掉的部位買回來 就這幾天黑的地方買回來之後 投信轉成贊成賣方 所以這一波投信還蠻厲害的 他等於是說他都可以出給外資 形勢逆轉 內外資大對決 但我要講的是 你竟然不太會去買外資買的那些股票 那最近內資又在縮手 所以代表說資金要留到你手上 來這是法人思維 資金要留到你手上的那些股票 相對更難 這也是為什麼大盤漲到一萬八千點 你沒感覺 你現在懂了吧 所以雷老闆一直跟你說 你要從法人的思維去瞭解 資金的板塊是怎麼移動 漲到一萬八了 成交值也接近三千億 那錢到底留到哪裡 成交值還比昨天多 錢留到哪裡 這就是我要跟你講的 沒有留到你的持股裡 我們就要小心了 好 那對岸呢 對岸最近 做了一個很大的政策 就是2月5日開始 他們要降準兩碼 別人都已經說生息生晚了 接下來才可能要降息 就大陸繼續降息 有沒有穩中有降 他現在要降準兩碼 降準兩碼會釋出多少錢 釋出一兆人民幣的錢 那你要講什麼 要講的就是 接下來人民幣可能會繼續貶值 所以如果你手上有人民幣資產的 你要小心一點 那第二個是說呢 代表說大陸他現在舊市真的很急啊 同學如果你去看大陸的股市 跟香港的股市 是這兩天表現比較好 如果你再往前看一點的話 那真的是最底部 一路下來已經很久沒有像台股 台股已經一萬八千點 歷史高點竟在咫尺了 結果我們隔壁棚的香港跟中國 已經不太行了 所以已經要先提早祭出降息了 你看這有多可怕 他們就這樣子一路下來 他們連升息都沒有 他們是一路降息 結果股市還是這樣子跌 所以同學對岸的情況 你要真的非常小心 那雷老闆要幫你做的就是什麼 未來如果股票 應該說你手上的持股跟對岸 假設我有發現 在對岸裡面他的曝險比較高的 你如果是雷老闆的會員 我會提醒你好不好 因為很多工廠都還是在對岸 這一點是蠻可怕的 你就要看這一次大陸這樣子在降息 他如果降了之後可能在降 如果一直降都救不起來 那貨幣政策無效 會跟什麼 他東亞的那個日本一樣降到負利率了 還有失落了10年還是20年 是失落10年還是20年 你還記得嗎 那時候日本那時候失落20年了 利息都已經到負的了 因為我們降息就是要刺激嘛 對不對 所以我才會說 今年美國有可能開始降息 就是他景氣垂穩了 他又會開始降息 再來刺激經濟 但你要小心喔 如果大陸一直降下去沒有用 那有可能再跟日本一樣 因為大陸的人民現在已經 房子都不買了啦 因為那時候炒房炒太多了 就是房子害他們都負債了嘛 所以現在拿到錢就出去玩 大陸也變享樂派了 大陸人民現在也變享樂派了 這次已經少了一些錢可以享樂了 少了蠻多錢可以享樂了 所以他們經濟現在 你看要靠降準了 2月5日要降準兩馬 這兩天股市是有表現了 但是能不能力往款染 我們要觀察下去 好 要接下來講一下今天的重點 特斯拉財報重點 特斯拉財報重點一段話 你來掃我的LINE8打特斯拉哭哭 我就把這一段給你 那我們就要來看一下特斯拉 很多台灣的相關個股 其實最近股票也在低檔整理很久了 能不能趁特斯拉財報利空來測一個底 我覺得蠻重要的 像之前有一檔股票 那時候跟著特斯拉漲很多 6.235的華福 現在都已經整理在低基起底 整理很久了 特斯拉現在財報講這麼爛 能不能利空測底 我常常講 你看法說看財測 要看的是利多出鏡跟利空測底 一個重點就是 你接下來的新產品裡面 什麼Cybertruck還是Cybertruck 隨便你唸 這個東西我覺得貢獻不會大 這種貨卡型的 但下一個新世代產品是Model 2 要到2025年才有機會順利推出 接下來一個重點 你今年車子賣得怎麼樣 結果特斯拉直接跟你講 他向投資人坦承 什麼時候你這麼誠實 今年銷量成長 可能明顯低於去年 實現的成長步調 他要跟你講的是 好不容易去年他的成長有達標 他賣車的成長有達標 結果今年可能跟你說 要不如預期了 怎麼會這樣 因為 本來電動車市場很寄於全世界 那有一個很大的市場在中國 結果中國他們自己品牌非常多 而且因為他們經濟消費又下降 所以他們不見得要買特斯拉了 他們之前特斯拉的成長很大一塊靠中國 結果現在中國人比較沒錢了 可能買國產的電動車就好了 所以特斯拉跟你說他今年的銷量可能不如預期 所以你手上如果特斯拉股票的 你要注意 要注意這一次是不是會利空徹底 如果這一次不是利空徹底 而是真利空 繼續股價往下跌 你就要小心了 代表特斯拉 你今年想要做特斯拉概念股 可能會非常難做 好不好 好 那接下來 我要跟你提醒一下的就是 接下來有很多重量級的法說 我隨便念幾個給你聽 1月30號比較重要的 有記憶體的那個望紅 對 然後歷程 封測的歷程 那1月31 真的重要了 最近的一些 成交重心股 比如說友達 3036的文業 25次的聯發科 還有工具機的算 前幾大1590的亞德克 還有2303的聯電 1月31號這天法說 重心雲集 所以這天我一定會幫你看 所以1月31你要記得看你老闆的節目 甚至1月30號你就一定要看了 所以你要趕快訂閱起來 我到時候才會解析這一些法說前 法說後 這些法說的重點 好不好 2月2號世界先進 還有什麼 2月4號有華邦店 這個也蠻重要的 我都會看 我會一路看到封關之前 這就是雷老闆 好 再給我幫你補充一下 你看我研究團隊很快 他說 特斯拉的財報有多差 馬斯克到底說了什麼 好 主要是他賣車的毛利率 他去年大降價之後 他賣車的毛利率說到17.2% 你只要知道說他降價之後 沒有讓他那個產量沒有帶動他的毛利率上升 反而是降價之後賠更多 衝擊獲利不是說賠 就是衝擊到他獲利 然後最重要就是我剛講的2024年的銷量明顯會放緩 怎麼辦 特斯拉的電池業務成長率有機會超越電動車 這不是很開心的事情 因為我希望你是電動車的成長率很好 那馬斯克有預告低成本的新車款 就剛剛我講的Model 2 有可能2025年下半年才量產 有夠久的 中國汽車製造商是全球最具競爭力的汽車行業 當然現在大陸人沒錢了 要買自己的國產電動車了 電動皮卡 就是我剛講的Cebertruck產量限制 那個本來就不會賣多少了 你不用指望 特斯拉要賣的就是房車 好不好 那他的機器人要2025年才會出貨 也太久了 所以然後馬斯克說 這個很有趣 馬斯克說我需要更多的股權 避免我被罷免掉 這個超級有趣的 所以特斯拉我可以講到這裡 記得來掃一下LINE AT 把他的財報分析拿走 好不好 那接下來我要來看一下囉 QA的部分 那個凱瑟琳 這個我們的老鐵粉 對謝謝 他說謝謝雷老闆的解答 好像是我有幫他解答到 前兩天我解答到的題目吧 那雷老闆連續兩天穿A的衣服 要拿TG了嗎 還是你要拿銅花順 我今天沒有穿TG 我今天穿梅花 好不好 所以我只有兩件而已 電價又要漲了嗎 這應該是確定的 這沒有辦法 那雷老闆身高還拔1.82公尺 韓流萊有下雪嗎 1.82應該不會下雪 好 重點今天幫你解答一點好了 請問星雲 在族群偏弱有機會嗎 其實 稍早我有幫你做功課 我們先來看一下星雲的技術面 好 你說他比較弱 是因為他可能 坑 COAS 最先進製程 現在的重頭戲是在紅色 跟萬潤 那他雖然同樣是身為 半導體設備的供應商 但是我最近在看他好像 你覺得他弱 但是我覺得他整理的 還不錯 前一陣子也是漲很兇 去年的時候 但是最近開始回來到這裡 低檔勾上來 你低檔當然是不能跟最低比 因為企業每一年在進步 你要跟過去半年比 他已經從低檔打了一個W底上來了 看得懂 W底 好 那這一次的底部的位置 大概就在190塊的附近 所以他其實他也從底部的位置 上來兩層 你不要小看人家好不好 那只是他每一次的回撤 都非常的用力 你看這一波上來 他就直接回撤起漲點 所以非常醜 就是很模仁 所以你抱他要耐心 我建議你要長期看好 那怎麼樣長期看好 我等一下跟你講 好 那他的 乖離率指標 已經慢慢的 有回到兩條線之上了 但是呢 弱弱的 沒有很明顯 怎麼這樣沒有很明顯 不是直接一根突進那種的 但沒有關係 至少他的技術指標 有開始在轉加 這邊也是 有機會藍線跟黃線 黃金交叉 MACD的這部分 所以我整體來講 我覺得他的股價只是震盪的 比較磨人 對 比較磨 聽得懂嗎 就你抱他要很有耐心 那我特別為了你要去看了一下他的基本面 因為 他為什麼回撤 但是呢 都不會回撤到破底 而是會撐住 蕾老闆也很好奇 所以我幫你看了一下 所以我一定會去看他的訂單 那首先 蕾老闆一定要把營收打開 對不對 你身為我的鐵粉 你應該知道 蕾老闆 你看黃色的柱子是今年的營收 最新的一根黃色柱子 哎呦不得了 是不是特別高 來馬上來看一下絕對數字 沒有錯 千萬 十萬 百萬 千萬億 7.17億 應該是創新高 你看往下都沒有7開頭 而且一次跳很多 你要小心 因為年底加季底效益 如果1月開出來 因為1月是一個完整的月份 今年的1月沒有過年 如果1月到時候開出來 掉下來很多 比如說掉下來5億 那就比較不好 但是如果1月開出來 人在6億多到7億 或者甚至超越7億 這個基本面就很好 那為什麼蕾老闆覺得有機會超越 來我再來跟你講一下 所以你現在有看到 他的營收從90、11、12月是 有 長期趨勢是往上的 更早之前是5億多 6億多 他現在挑7億了 如果從此以後維持在7億以上 基本面 就會解釋說 為什麼他的股價 雖然有回檔 但是都不會破底 那蕾老闆幫你看一下 資產負債表 看完這個我們要休息了 所以同學你有問題 你要來問 或者是LineAid來問我的助理 有時候我也會看LineAid 我看到你們的問題 老婆我這上面的LineAid 很多問題是從LineAid上面來的 我在Paid上面的問題 是我的助理幫我解 那個收集的 所以我會特別差時間看 好我們來看一下他收定金的部分 你不會看劉老闆幫你看 好不好 流動資產裡面的流動負債 合約負債 來這裡 你看他合約負債是 定金是越收越高 來越接近這邊 是越近的一季度 所以他的合約負債 從 這個單位我看一下 從8億多 一路收到了10億 所以這個定金的趨勢是往上的 我覺得這是好現象 所以大概 每一季都多收了 大概6000萬到1億左右的 定金 那我覺得這樣還不錯 好 所以我幫你看過了 我覺得資本面來講還不錯 那如果他到時候 營收開始開出來了 那還有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獲利率 獲利率如果 我去年年初比較高 如果接下來獲利率能到10%以上 我覺得這就是好現象 毛利率也是 那看起來他費用控管 比較有一點點問題 所以毛利率如果能 在32以上 或33 獲利率能回到 10%以上 我覺得 雖然說他K線很正 但是如果你是長期股東 我覺得你看 也回到全部的均線之上 那就看你要抱多久 那長期來講 長期來講 我覺得是有機會 你選這張股票 就是算比較安穩的 因為他做的也是半導體設備 而且是比較偏向先進那一塊 好不好 老闆今天花比較多時間 幫這個汽車貼土的 那有字幕很棒 這樣不會吵到別人 李老闆真的很帥 這句講得非常好 對 謝謝 那想問8147 鄭寧 哎 孩子 鄭寧昨天有回答你喔 你要回去看昨天那一集喔 那我就跟你說嘛 這個底部第一根的等你的漂亮 那也是營收起來的 他營收基本面也有起來 那就這一根不能破嘛 你買在這附近都跟這裡收集的主力的成本差不多 所以呢 大不了就跌回來繼續震嘛 有什麼狀況會跌回來 講完這個我們要下課了 有什麼狀況會跌回來 就是這個營收 你看這個波動很大 其實你從營收來看 你看不出來為什麼 他這一根要大漲 你比較擔心的是這個好不好 從技術面來看沒有什麼問題 就這一根防守好就好 就這一根 近期的這一根 甚至防守到我的這個位置以上就好 不一定要整根持回來 前面的壓力就在這裡嘛 區間壓力區間 越接近90壓力越大 因為那裡買了一堆人嘛 對不對 所以你自己可以參考一下 愛金幫你看了 那他的攻擊量也又縮回來了 這個只有300多張 今天只有300多張的攻擊量 其實蠻危險的 他這種底部出來的 最好一天要幾千張的攻擊量 所以如果沒有又量縮整理人 你就自己要抓好停損 好 今天的 什麼 今天的問題大概回來到這邊 因為我又看了一下 好像沒有什麼新的問題了 那如果你要留言的 要記得繼續來YT下面留言 雷老闆都會幫你解答問題 那Light at 你也可以多跟我們的助理互動 有什麼問題就提出來 那看雷老闆能不能幫你解答 好不好 今天節目到這邊 投資不明錄 老闆幫你顧 我是專報雷老闆 我們明天見 拜拜 我們拍照 我們不要在錄像中 我們看到我們 我們會在錄像中 我們會看到我們的